欢迎收看美南国际电视 我是盖军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纽约市华裔警员梁彼得 于巡逻时擦枪走火 武杀飞翼青年隔离一案 遍及全美四十多座城市 挺梁大游行二十号登场 休士顿也加入声援行列 在车水马龙的Galaria周边区域 展开示威游行 呼应全美大行动 吸引了约千人响应 说出公平正义的诉求 为华裔发声 请看相机报道 休士顿挺梁大游行 由川域同乡会会长青梅为召集人 透过微信群组一户百应 三个群组短时间之内 串联民众将近一千五百人 他表示大家团结一致 希望为华裔社区和下一代发声 因此筹备组组委会 义工夺达八十人 感谢大家情意相挺 现场游行民众 由组委会统一制作标语 身穿白衣印有 Justice for Peter Lang Extant No Follary红字T恤 现场齐声喊出 Justice for All Justice for Lang 等诉求 慷慨激昂 寻求公平正义 青梅表示 这个游行无关种族冲突议题 纯粹是希望为公平正义奋斗 一起为判决的不公不义和替罪羊的行为发声 也为自由国度发声 组委会秘书罗西表示 由于是为支持梁彼得而团结力量 希望参与游行志愿者能有一定素质 所以会仔细构思游行流程和跌宁 他说 会选在Gallaria商业区 是希望在人流密集地方 受到大量关注 他也不忘时时提醒 与会者要注意自身安全 不要阻碍交通 维持应有秩序 现场也有医疗组织员 随时留意参与者的身体状况 活动现场吸引不少侨借人士群起支持 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 东北同乡会会长李秀兰等都到场声援 李秀兰说 这全是自发性活动 在全美四十几个城市遍地开花 活动口号震天 这是代表华人拥于争取平等权利 提高华人地位 带领华人走入主流 在国际发光 定点示威后 群众开始沿着路线徒步游行 整体秩序良好 大阵仗态势 吸引路过的车辆主动了解和索取文宣 成功达到公平平等诉求 声援良彼得 声援良彼得 声援彼得